我国失业率持续改善 二月份整体失业率下滑到2.1% 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人力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本地今年二月的失业率 从前一个月的2.3%下滑到2.1% 二月份的公民和居民失业率都减少0.1个百分点 分别达到3.2%和3% 当局预计失业率将因为大量职位空缺 而可能进入不下降 但在这同时 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也在增加 供应链长期中断和能源价格上涨 可能会影响公司引力